Odia Jungle 后者,地图意义上的占据只代表攻破,并没有代表战令,其后必须要日复一日的合一波波,充满恶意的意义人士进行对抗。 从军事上,到政治上的,截至到2009年,美国在伊拉克已经导致235万伊拉克平民死亡,超过40万的伊拉克人,被作为囚犯被监禁,其中包括6500名儿童和1万多的妇女,约5500名学者被监禁或者遇害,其中80%是教授和副教授,死亡者中,20%为科学或者医学方面的博士。 而被拘留者的家属有56%失去经济来源,59%住进了纳民营,在自己扶持起来的傀儡政权,把事情做得如此糟糕的前提下,美国人很显然不希望把金钱投入到重建基础设施,以及建立良好的民间治安体系上面去,因为基建永远都是烧钱的大头,而如此惊人的投入,所得到的回报是少之又少的。 美国人要的只是保证石油美元政策能够顺利地执行,而不是伊拉克人的归心,如果不是因为只占据油田,会坏掉自己名声的同时,绝对会被大量的塞人肉爆弹,他们绝对不会把兵力投入到伊拉克的维稳上。 而即使是这样,也只是指标不是本而已,直到最后,美国人从伊拉克撤离,把烂摊丢给现在的伊拉克新美政府,在这个政府尝试,把石油生产销售的权利收归国有以前, 由田的掌控均为美国的石油公司所负责。 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去满足当地民众的最低生活需求和重建基础设施,伊拉克新政府对于当地治安的掌控能力将会持续保持在一个相当低下的水平上,直到他们重新获得足够的资金和凝聚力为止。 但是,那个时候,又是美国人准备继续攻打伊拉克的时间了。